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因为我们要去看望一群特殊又可爱的孩子们 今年呢 让这群孩子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那边一共是21位孩子 这边呢 准备了22箱的月饼 我也给哥哥姐姐们买礼物了 这是22个小蛋糕 我用我自己的样子钱买的 给哥哥姐姐们尝尝 还有一份礼物 就是我们家种的秋月梨 可以留了几棵树梅斋 现在妈正在摘去了 把礼物装上车去黎原找我妈去 从礼原直接出发了 这个礼物我妈也摘好了 一共22份 全部用红袋装起来 每一袋是6个大 装车了 爸爸都睡着了 早上起来走 已经装好了 出发 准备出发 全程76公里 大约需要1小时24分 孔茬 对 月饼 大娃发您的礼物拿出来 太多了 给哥哥姐们拿过去 这边还有 能拿着吗 好棒 慢一点 来分了 来一人一份 来一人一份 没事 不客气 不客气 可以叫他小辈 叫我大力 叫他小辈阿姨 你的还有没拿的吗 愿你陪这个时间 温柔一大 余生半岁 客气 所有的温暖 所有的关怀 一直到最好的爱 有些话想说出来 怕麻烦 像个文 好吃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不会说话了吧 对他没有有些 不能说话 他属于自闭症 对 这个也是属于自闭症 这女生夫妻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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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边有男生 男生 男生 男生素食 对 二十岁男生 为女生 哈哈哈哈 对 写的好看 对 写的好看 对 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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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看他 看他 什么 江总 我们家大宝就哭了 说不想走了 你为什么要哭大宝 我要跟哥哥姐一起玩 我们下次再过来看哥哥姐们 行不行 不用 我要把哥哥姐们带回家 带回家家里面太小了呀 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 再来陪哥哥姐们玩时间长一点 行不行啊大宝 不要哭了好了